27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披露 一家美国公司因为试图收购英军的供应商超级电子公司 被英国政府进行审查 美国情报部门对这一审查大为不满 甚至扬言若英国政府继续阻止这一收购 那么美国将限制和英国的防务合作 据悉英国超级电子公司为英国军队生产了多款产品 就连英军核潜艇上高度机密的军用通信设备也采购自这家公司 而这些核潜艇又是英国目前的核威慑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英国的国防至关重要 鉴于超级电子公司的敏感性 当美国私募股权公司安宏资本宣布斥资26亿英镑收购这家公司时 英国商务大臣夸西科沃腾要求有关部门 对这一收购进行安全审查 并与安宏资本展开了谈判 在程序上 若英国不能接受安宏资本的收购方案 那作为商务大臣的科沃腾 可以通过反垄断调查 导致收购无法进行 尽管这一局面尚未发生 但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对此表示大为不满 一名未居民的美国情报官员指责科沃腾打压美国公司 在给美国企业涉足英国的防务领域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报道援影内部消息称美方曾明确表示 如果英国继续阻止这项收购 那么美国将会限制与英国的防务合作 2021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宣布构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 上述的英美防务合作也是在这一框架内展开的 而奥库斯的目的则是为了防范所谓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威胁 对于这一事件 俄罗斯卫星网评论称 随着华盛顿对伦敦施压 英国的海基核威慑受到威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